前情提药 故事发生在一所平凡的战争学院 但却有一位名为做事风格很训的老师 被学生们昵称为训炮老师 他是为三十多岁的男性戴眼镜头发凌乱 但长相却很受女同学欢迎 是一个非常耻瞪和硬气不佳的人 经常遇到荒谬和滑稽的事情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 老师正在上台一门无聊的语文课 请打开课本的第3456页 今天这篇课文要讲一名伟大的老师 他为了送行他可爱的女学生搭船出国留学 想要送上一袋橘子供学生在船上吃 却不小心跌倒将所有橘子全洒到海面上 老师下海捞橘子不幸 同学们坐在教室的桌子上 看住桌上的课本 手里拿着笔记本 却完全无法集中注意力 因为这故事真的太诡异了 都在想着这门课快点结束 能够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忽然间老师的喉咙感到不适 起先先咳嗽了几声 可可 同学们不好意思 今天喉咙有点不舒服 后来开始沙哑地讲话 渐渐地变成了无法说话 同学们看住老师的表情 越来越有趣 突然学生们开始模仿老师沙哑的声音 到室内顿时哄笑声自己 老师看住学生们的模仿 心中也不禁有些尴尬 但他知道这样没办法上课 星野突然跑上台 并抢走老师手中的麦克风 大声喊道 老师我有更好的想法 不如让我们来唱歌吧 老师对于星野的建议感到有些意外 当看到学生们都兴致勃勃地同意 他也点头同意了 于是 星野拿起麦克风 开始唱起了歌曲 星野的声音非常温柔 让在场的学生们都感到惊讶 想不到平常大树样的星野也会唱歌 他唱的是一首情歌 歌子表达了对于爱情的爱慕和渴望 虽然现在还没找寻到 白马王子会在那端等待的 老师看住星野唱歌的神情 像看了一部爱情电影 生动的语气与眼神 彷復那个白马王子就是他 星野眼角于光发现 老师对着他傻傻的微笑 害羞地将视线往前看 星野接着一首接着一首感人肺腑的歌曲 歌声在教室内回荡 同学们也渐渐静下来 纷纷被歌声感动 当歌曲结束后 前班响起掌声 纷纷称赞星野的歌声很好听 都已经是明星等级了 且谢谢大家 我很高兴你们喜欢我的演唱 老师走了过来对着星野比赞 并且在黑板上写了大大的星野 我是你的粉丝 嘻嘻嘻是吗 老师也被我变成了粉丝 真令人感动耶 好今天的影片到此结束 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请按赞 一起加分享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